只是捅了宋悦亭的腹部,只是令到他重伤 你有没有想过其中的什么奥妙啊? 影子想了一会儿就说 受伤就会去医院 但是我们要去哪个医院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 唉,一般发生这种事 你还有时间去选择什么医院吗? 哦,我明白了 他是利用了我们就近的心理 所以就在最近的国家医院 安排了暗钉 哎呀,就是这样了 我现在睡得了吗? 哈哈,你睡吧 我再想想先 于是,我最终都可以闭上眼睛 一觉睡到第二天中五十一点多 我起床之后,方小元就跟我说 朱哥,我和李兄 还需不需要插进方氏兄弟的直班组里面呢? 我领了领头就说 不用了 你们这两天好好休息一下吧 李兄就说 李兄就说 就这样坐在这里,很无聊啊 那啊,那你去买两条烟花吧 于是,李兄就开开心心地出了门 弹争现在在梳法上打坐 他见我过了来 就走到我身边坐下 说到 不如陪我捉回两盆棋吧 我现在去哪里帮你找一副棋回来啊 我早上出去买了一副啊 哎呀,去找你的徒弟捉吧 我现在没功夫陪你捉起死棋啊 弹争翻了个白眼给我 然后就看着了邓坤啊 邓坤就说 捉就捉吧 不用怕你啊 说好说啦 不准费奇啊 那当然啦 乐子无悔 那跟着下来 我打开了电视 在那儿看完那些垃圾肥造剧 而方小元呢 就暮暮寥寥地坐在梳法上 在那儿抹他的枪 方小剑呢 就很有兴趣地在那儿看邓坤他们下棋 那我就随口问了 哎,老曼和顾雄去了哪儿了 弹争说 他们两个一大早就出去说买点东西啊 都已经去了两个几钟头了 咦,不会是当失路吧 我刚刚说到这里 老曼他们就进了来 我见到他手里边的一大包东西 全部都是那些灵食 老曼就尴尬地笑着说 顾雄喜欢这些东西啊 一边的顾雄就说 哥啊,如果你真是无聊的 就拿去过下嘴印啦 算了,君子不夺人所好啊 方且还是爱心牌的 听见我这么说 他们两个人即时的面都红了 方小元坐在我旁边就问了 朱哥啊,你说黄大会是下一个目标啊 那你觉得他们会何时下手啊 我猜应该都是这一两天的事啦 方小元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呢 东门清楼就从楼上走下来 也都在梳法上坐下 我就笑着说 东门医生 昨晚发生的事有没有吓到你啊 哼,说真的 我从来都没想过 做一次私人医生会这么惊险的 东门教授还好啊嘛 也认识我爸爸 我也是听人说而已 还没有机会结交啊 哦,他还好 只是最近的情绪总是很低落 人的情绪总会有低谷的时候 特别是上了年纪啊 有时候会对人生有很多的感叹的 他拧了拧头就说 那又不是 我就觉得 好像有什么事困扰着他那样 令他好像很为难那样 听见他这样说 我心里面打了个突啊 那个神秘电话里头 说东门教授勾结荒浪 那会不会是真的呢 我试探着地问到说 你就没有跟他沟通一下 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问了他了 但是他就不说 不过我觉得 他的眼神里面有些无奈 还有些恐惧 我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来的 如果不介意的话 有机会让我跟他聊一下 希望可以帮到他了 嗯 我听宋姐说过 他说你的行为心理分析很厉害的 嘿嘿 我哪算得上些什么厉害啊 只不过是懂小小 刚刚够用而已 这个时候 门打开了 一个穿着白大挂的女仔 走进来 是原先也跟着 一起过来的一名护士 他见到东门坐在沙发上面 就很开心地说到说 青楼姐 我又来了 对了 舒缓姐姐去哪了 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吗 东门青楼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好 走看着我 我就笑着话了 小师傅仙家里有些事 向我们请假 啊 他家里 那不就是回了长沙 是啊 所以才请你回来照顾宋教授 是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唐婉仪 唐婉仪 这个名字那么熟 是啊 唐代诗人陆游 和她表妹曾经对此猜头讽 她的表妹就是叫唐婉仪的 那我就说 唐婉仪 咦 你是个名人啊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陆游的表妹嘛 我点了下头 她又继续说 我就撿不上她了 不过我都挺喜欢她的词 唐婉仪又和我们 随便聊了两句之后就说 好吧 你们先聊着吧 我上去看看宋教授 我咬咬头 这个小女儿都挺得人喜欢的 天真出直 唐婉仪上了楼 只是过了十几分钟 就有事回来了 朱先生 宋教授 我看了一眼 然后就转身出去了 我站在门口 确定他们下了楼之后 我才关起到门 宋教授看着我 我就说 坐吧 我在她床边那张椅那里 坐下了下来 她就问 你应该猜到了吧 猜到些什么呀 老安的死 说缓的死 我点了下头 没有说话 那为什么你不拆穿我 你说呢 为了交保 这一样 应该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她想了一下 又说到说 只是因为想成全我 是吗 我就又是笑笑口 还是没有说话 那她就有少少不开心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笑 你的笑容 会令我发麻 那是因为 你心里面有鬼呀 是 我承认 不过他们抵死 老安做错了些什么 竟然令他们落这样的狠手 老安是如何发现他们有问题的 老安在我出事的第二天 就发现了王继都和摄环有曖昧 她发现两个人 经常在我房间里面用手机谈短讯 时不时还有目光的交流 沉默人那时 老安就把她的疑惑 告诉我 她觉得这两个人 可能会对我不理 我一直还说她多心 她还因为这件事 生了我 说再也不理我 直到交保出事的那天下午 她告诉我 无意中 她告诉我 无意中 看到摄环正在写短信 里面就有交保的字样 她还受到了摄环的白眼 她说那个目光 好像要杀人一样 可惜当时我没有注意 要不然 交保和老安就不会出事了 欢迎收听 长篇懸疑小说 《迷离档案》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第319集 我静静地听着她说 如果当时 他们可以把这个讯息 告诉我们 那交保和老安 可能就真的不会出事了 Bishop 但是现在说这些东西 也已经没有用了 我就要问 对于王继当 你打算怎么办 她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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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必須死 她的職責是什麼? 保護我們的安全 但是她就和涉緩狼狈為奸 我猜錯 在煙裡下毒的就是她 因為那個煙 是她去幫我賣回來的 我看著眼前這個女人 忽然間覺得她很恐怖 很多事情她已經知道 但是偏偏就可以瞞得這麼深 老我中毒那一天 她居然沒有把煙的來路告訴我們 我甚至開始懷疑 她這樣是未必有用心的 還是說只是單純的忍耐 而在等待著報復的時機 我又問了 那王三呢 是不是也是被你威脅的? 你錯了 我並沒有威逼他們 完全是他們自己找到我 復仇的計劃 也是他們設計的 那我心裡 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如果真的像她所說的那樣 王家兄弟 是主動找上門的 那之前我們 對王氏兄弟動機的判斷 就肯定是有問題的了 我看著宋月亭 想努力地去分辨一下 她說的話究竟是不是真的 她現在面上 都還是那副淡淡的笑容 那副笑容就很僵硬 但是這樣就因為內心的激憤了 看來她真的沒有說謊 我又問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王繼都是他們親生哥哥 他們有什麼理由和目的 要幫你傷害他?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他們找到我 說會為我報仇 但是只有一點 希望我能幫他們 在你面前澄清 他們並不是和王繼都一樣 他們沒有參與失害交部和老柯的事 我點了一下頭 但是心裡的疑問就更加之重了 王氏兄弟為什麼要這麼急著 在我面前澄清呢? 而且又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法? 他們完全可以直接來找我談 這樣不是更加直接簡單有效嗎? 看來整件事並不是這麼簡單 我心裡哪有些擔心 王氏兄弟這樣做 會不會又是一種雕居補稅呢? 我問宋月亭 你現在跟我說的話 他們知道嗎? 他們扭一扭頭就說 不知道 我告訴他們 叫你來是想說說東門教授的事 東門教授一早和我來了個電話 才問了一下我的寬服情況 而來 他希望能夠讓我這裡住一會兒 我將這件事跟他們說吧 他們說 現在他們做不到主 這裡一切的事都要聽你的 叫我和你溝通一下 所以我就授這個機會 將這一切都告訴你 他們不希望你把這些事告訴我 他們不希望你把這些事告訴我 他們說 最好等殺了黃繼都 才告訴你事情的全部 剛才我還在跟東門醫生 聊著東門教授的事 他跟我說 說東門教授好像遇到什麼難事 不是遇到什麼難事 而是受到了威脅 有人用她和青柳的生命 威脅她 要她合作 她老婆呢 十幾年前就過了生 現在就她和青柳兩個人 知不知道是誰威脅她 宋月亭靈一靈頭就說 是拿零訊 那你又怎麼回答她的 我說我問一下 那就是請你來商量一下 叫她快點過來 千萬不要出什麼事 於是乎 宋月亭靈一靈頭 拿起了枕頭邊的電話 我想了一下就說 還是別打電話了 我叫人去接她 那就最好了 說完我就離開了她的房間 到樓下之後 我跟影子和魯幻說 你們兩個陪東門醫生回一趟家 去把東門教授接過來 注意安全 東門青柳聽見我這麼說 對我投來了一道感激的目光 在他們三個走了之後 方小元就問我 宋教授說了什麼 她就是找我商量 把東門教授接過來的事 這陣子 鄧坤和彈爭的那盤棋都已經抓完了 鄧坤看著我就說 不僅是這些吧 那你說一下你的判斷 你下樓安排了影子他們的事之後呢 就坐下點了一支煙 做了眉頭那樣 那就說明你還在思考著一些事 特別是你眼裡還有一絲悲傷 我這麼肯定 你們在樓上應該是談到了交部的 我沒有回答鄧坤的說話 而是問她 鄧坤 你有沒有想過我們這些麻煩事 結束了之後想做些什麼 她目光一靈 從窗那裡看著很遠的地方 我又說 你還是想做警察呢 她微笑著地抨抿頭說 不想啦 不過坦白說 我現在又真是不知道自己以後可以做些什麼 你以後可以開個偵探社 我覺得你現在已經有這個能力了 一邊的大家也都在附和我的講法 我說的都是真話 不過鄧坤很努力 特別是 他在对行为心理分析上 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于他来说 查案是他的梦想 如果不做警察的话 那么做个私家侦探 应该都不错的 邓坤听完我的说话之后 眼中都闪过了一丝精光 他就说 除非你都加入了 不是的话我没底啊 想要我帮你打工 我要的报酬要很高的啊 行啊 只要你肯来 多高我都给了 对了 你这么问一问呢 差点搞到我都不记得了 我刚才说的什么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啊 我刚才说的 就是因为你分析得已经很对 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感叹 刚才我劝诵教授节哀的时候 他都在安慰我 并且对交报的死 表示了他的痛息 我说这番说话的时候 对眼的余光 就瞄了一下 正在楼上的方氏兄弟 邓坤的反应很快 他知道这个话题 不可以再深究了 连忙就大声地说到 哎呀 现在到几点了 是时候开饭了是吧 管火石的人呢 他说的是老曼 老曼之前一来就自高奋勇地 说承担火石的问题 顾红从厨房里探了个头出来就说 他和影子去接东门教授了 不过都无法理解 洗手准备开饭吧 好 不用急的 等他们了 东门教授的家来这里 不算是太远的 来回都是四十分钟左右 等他们来了再开饭吧 反正都已经迟了 那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 我和邓坤和方小元说 你们两个跟我进房 我有东西要说 于是 他们两个就跟着我进了房 我用眼神示意李兄 帮我们看着门口 一进到房 方小元就问 是不是又有些什么新发现 我点了下头 跟他们说 说是黄氏兄弟主动找上宋教授 他们个个都大吃一惊 邓坤就说 那我们原先的判断 不是全部错了 黄氏兄弟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将他们的目的 简单地说了一下 方小元和邓坤 都认为应该没那么简单 而我也都是这样想 欢迎收听 长篇原谊小说 迷离档案 粤语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集继续 欢迎收听 长篇原谊小说 迷离档案 本作品 由广东唱读出品 作者 墨绿青台 演播 夜陈有声 暖暖生肖墨 第320集 方小元问我 如果推翻我们之前的假设 那么他们这样做 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呀 他这个问题 也都是我一直在思考着的 目的一定不会 好像宋月亭 说得那么简单 如果目的真的 那么简单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 找我说 不用搞那么多事 而且达到的目的 和效果 也会更加好 我点了一支烟 就并没有急着 回答方小元提出的问题 一边的邓坤 忽然间说到 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呀 他们兄弟之间 本来就有问题的 所以他们想趁着这个机会 将皇大做下 要什么愁口 才可以令到亲兄弟之间 搞到你死我活的呀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我领领头就说 应该不是好像你想的 我确实觉得这边 还有着更大的阴谋 方小元就问 什么阴谋 我们可不可以 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呢 如果宋月亭 黄氏兄弟 全部都在这儿 说谎呢 为什么 我们先来假设 首先 如果宋月亭在这儿 说谎 那胶部和阿胜的死 应该就是和皇大和薛缓 无关的了 根据传递错误的讯息 给我们的意图 自然就是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 那皇大和薛缓呢 就会成为了替罪羊了 邓坤有点不解地问他说 但是 这都说不通 他这样做出于什么目的呢 那空手如果不是皇大和薛缓 那就只能够是皇家兄弟了 他是出于什么意图 要维护皇家兄弟啊 我成为他老公啊 我点了下头 你说得没错 但是 你不记得了 空手 有可能是皇家兄弟 但是 也都有可能 是他自己 方小元就说 那有什么可能啊 他是个 还躺在病床上的女人啊 而且交报 老阿和薛缓 三条人命啊 他有本事 在重伤的情况之下 将他们全部都杀光了 没错 问题就在这里了 又再回去我原来的假设 他和皇家兄弟 一定是有什么协议的 而他呢 就是主谋 动手的人 却是皇家兄弟 只不过 我们现在的前提条件变了 已经不再是复仇 而是谋杀 杀交报 杀阿姓 然后又用复仇的名义 杀薛缓和皇大 唉 现在慢慢想起身 柯姓楼低的天元两个字 更加像是在这里示警 暗示我们皇大和薛缓有危险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阻止他们啊 我拧一拧头就说 阻就肯定要阻的了 不过 我要找皇大谈一下 少言 你去叫他过来吧 我们这样做 会不会激怒宋热亭的啊 应该不会的 他们有很大的阴谋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 但是至少还不会直接向我们出手的 就算是从实力来说 他们想对付我们 除非有外活 就是这样 方小元就去了叫皇大过来 我从掩埋的门线那里 可以看到二楼走廊上边的皇二 正在这里注视着下边的一切 当皇大进了屋之后 我叫他关起到门 他面上没有任何的表情 就敢望着我 我就淡淡然敢问道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 他点了下头啊 我又说 那你还这么淡定 皇大就说 你都相信是我出埋了交保 相信阿盛是我杀的 如果是信了 我就不会找你过来谈了 不过我觉得 你反而早就应该找我谈了 但是为什么一直都不来啊 我说有用吗 他们早就已经穿同一条裤了 过欠过他们很多次 但是他们始终都听不入耳 谁都不肯回头 我叫他坐下慢慢说 他坐下之后 情绪平静了很多 将你知的东西 告诉我 现在只得我们可以帮你的 他看一看我 眼中有点激动 你们真的信我是无辜的 是啊 我们信 他们全部都被放浪买通了 宋月亭 还有我那三个不争气的弟弟 听见他的说话 邓坤和方小元都吓了一跳 就只是得我 并没有觉得有多惊讶 如果这样一来 我的推测就说得通了 我就问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你还要坚持 还要沉默啊 我的语气有点冰冷 这件事是我不能够容忍的 那他的表情就有点尴尬地说到 我承认我是有点私心 我是想说服他们 但是无论我怎么说得好 他们都不肯回头 你从头说吧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就是在家部遇害那晚 那晚我和老三在外边直班 我去了厕所出来 就见到老三方 失失地咳咳了个电话 我问他做什么 他又呜呜呜呜呜呜说没事 原先呢 我也没怎么回意的 但是 接着就发生了交报的事了 我们静静地听着 没说话 他又继续说 我记得老三 曾经问过我 关于交报的情况 我呀 加入行动局的时间长一些 对交报一些情况 都还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就说了一些给他知道 我還跟他吹了一輪交部的潛伏和跟蹤能力 他還問我,說交部會不會就躲在附近 我就說,說不定 如果交部要躲起來,誰都找不到 直到交部出事之後 我才醒來和老三說過的話 我就去質問他,說是不是他就交部出賣了 但是他沒有直接回答我 而是叫我不要理會這件事 我說要把整件事告訴你們 他就跟我說,隨便我 說我就算說了,你們都不會相信 到時候,只會逼死自己 那柯性的死,是不是跟你有關? 唉... 柯性的死,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過我想他一定是發現了什麼,才會遇害的 我把柯性留下了天元這兩個字告訴他的時候 他忽然說到 柯性很喜歡抓圍棋下的 他會不會在旗盤上留下了什麼秘密給我們呢? 你知不知道他的旗盤放在哪裡? 哦...我知道啊 就在客廳那個儲物櫃那裡 沒有過一會兒,他就把旗盤和圍棋都拿過來 我拿起那個旗盤很仔細地看了一輪 讓他知道 他走著唐薇就說 柯性究竟發現了什麼呢? 他怎麼會知道我們會有危險呢? 那個鬼電話是你安排的,是不是? 他聽我這麼說,疾了一下就說 哦...什麼電話啊? 模仿柯性的聲音打給我的電話 不是啊,怎麼了?你在柯性死了之後 還接過他的電話嗎? 我點了一下頭 如果不是他打的話 那那個電話究竟是誰打的呢? 難道電話裡所說的事,反而才是真的? 嗯...